HELLO,我是娛樂 歡迎來到娛樂的改島小教室 經過前幾篇的教學 有些小樂對於如何弄出自然景觀有點迷惑 不知道怎麼樣才能打造很自然的風景 所以今天就要來教大家如何打造自然景觀囉 由於我自己也不是設計出身 所以不會有太高難度的技巧 但是有我之前一次次改島的經歷 相信今天的分享也能讓大家收穫滿滿的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這個系列 按下訂閱或加入會員 支持我繼續分享改島技巧喔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在影片開始前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能接收最新影片通知囉 我想一下剛踏入動物森友會的時候 那時整座島嶼都是自然形成的 無論是懸崖或是水域都非常的自然 如果你的島嶼還沒有任何破壞的話 其實可以利用原本的樣貌小小的修改 就是非常棒的自然風島嶼了 但今天這集主要是分享給跟我一樣 不小心把整個島產品 只好全部從零開始的朋友學習 那希望對於自然島嶼困惑的朋友可以輕鬆上手 構成自然風格的三要素 就是懸崖、水域、還有樹木 也就是動森最基本的元素 所以我們就從這三種陶宇佈置的基礎 出發來教大家如何打造自然的景觀 自然風懸崖其實不難建造 只要記著三個原則 第一個是連續的懸崖邊 可以多挖出圓弧的懸崖 比如連續三個平的懸崖之後 我們可以往內縮 或者是往外多做一個懸崖 第二個是懸崖最重要的是要考量放樹的位置 如果要在一個懸崖放上一棵樹 必須至少有三乘三的空間才能放置 懸崖的部分就不用太擔心 在你基本預想放置的東西之外 再往外原生就好 再來是收起強迫症的想法 其實懸崖間不用完整對稱 也不用全都是圓弧形的懸崖 就算有些直角的懸崖 放上花或物品就不會太怪了 以我的主導為例 露營地是以不規則的懸崖來營造出自然山間的感覺 這樣看起來不像可以開發的露營區 而是走進山裡享受露營的感覺 河流一直都是改島中最難的一關 因為要鏟的位置都要對準 下手才不會亂掉 不過河流跟懸崖一樣 也有既定的規則 第一個是當你覺得已經鏟了很多連續平直的邊 試著讓它缺一腳或者是突出一腳 也不用河流兩邊對稱 搭配蜿蜿的陸地是最好的 第二個是河流每次鏟斜邊的弧度其實不太一樣 如果更仔細研究的話 可以多試幾次達到自己滿意的效果 第三個是河流不一定要攏長 越是長的河流 越容易不知不覺挖得很直 不過這裡應該有人會問 為什麼我的主導是一長條的河流連接兩個出海口呢? 其實我是把河流當作一個很明顯的分界點 讓島嶼分開商業跟鄉村的區隔 並且實際上我用了許多的懸崖去擋河道的視線 這樣就不會感覺河流是一個直長直貫穿地圖 實際帶大家來做一次吧 我們可以先鏟出兩個寬的水域 然後再慢慢把旁邊呢 敲出一些蜿蜒的感覺 然後把它敲成圓弧形 這樣子就可以得到一個蜿蜒的河流了 每一次下手都要很小心 因為挖河是比較複雜的操作 這裡再給大家一個bonus的小技巧 河道中間可以增加一些綠地 放上花草或者木雕鴨也會讓人覺得別出心裁 湖泊的部分 先給大家看看我副島僅存的起始湖泊 所謂的自然湖泊 其實它的形狀就是很不規則的雲狀 只要多彎幾次邊邊就可以挖出很天然的湖泊 還有剛說到每次挖圓角的弧度不同 大家就可以多試幾次 再來是瀑布的部分 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歡挖瀑布 尤其是雙層瀑布 之前也看到許多非常壯觀的 一長條瀑布 但這麼大的瀑布除了很吵之外 會覺得有點刻意的感覺 如果大家有觀察超級自然系的島嶼地圖 應該不難發現 藍色的水域的部分其實是非常細小一點點的 也就是說 如果想要打造自然風的瀑布 建議瀑布是小而巧 而且配上懸崖的地形變化 會讓整個瀑布看起來更有層次感 有不規則的錯落感 就可以打造出非常自然的瀑布景色 這裡實際帶大家做一次 如果你的瀑布是這麼寬的話 是不是就覺得非常的單調且無聊呢 但如果中間鋪回一格懸崖 讓瀑布斷成兩份 感覺就不一樣了 接下來再加上懸崖 做雙面瀑布的變化 這樣的瀑布加上懸崖就更精緻了 這裡再提供一個小技巧 是之前明分享的 可以在瀑布前多建一格懸崖 讓瀑布有深度 這樣看起來也會更自然哦 樹木的部分 樹木也是自然瀑布最重要的一環 如果看原始島上的樹木 可以發現樹木的生長是不固定的 所以我們可以以不對齊的原則來種樹 比如我先設立一個A點 之後B點跟C點都不能跟這個A點平行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自然 我實際在操作幾次大家可以多學習一下 這樣就可以找到樹木間隔的一些概念 那第二個是真闊葉樹的交錯 當然也可以用真葉樹和闊葉樹交錯使用 因為真葉樹它是全年銅色嘛 而闊葉樹則是會隨著季節變換 所以你可以搭出自然的層次感 那第三個是大小樹的錯落 可以利用樹木成長的大小弄出更自然的大小錯落感 做法就是在放好小樹之後 在小樹旁邊種一顆水果 就可以維持固定小樹的大小 還有樹莊也是可以在自然風島嶼出現的形態 將樹移到想要的位置 再利用斧頭趕出樹莊 也符合自然島嶼的原則 以上就是自然島嶼的基本三要素 依照我的改島經驗整理出14點分享給大家 雖然有許多要點要注意 但其實自然風的島嶼就是隨性為主 先照著我的方法嘗試改島看看 之後就會不知不覺養出隨性自然的美感囉 自然風的布置博大精深 之前我也有分享 怎麼鋪自然小徑的教學 想打造自然風格的朋友可以去觀看學習喔 如果大家想學更進階的自然風布置方法 歡迎留言跟我說 因為整理出這樣的教學真的很不容易 要一直把腦袋想的具體化 耗費蠻大的精力的 所以如果這樣的教學有幫助到你 歡迎點個喜歡 或加入我的會員成為小樂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是宇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